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好 请大家翻开讲一一百三十页 接着上堂课的内容 我们说称明即是如实修行 有两点理由 一个是如比如来光明志向称明 一是如比如来明义 如来光明志向 《网三论诸》就说 佛光明是智慧下 能除众生 能除十方众生 无明黑暗 像光明和智慧 这里引用的一些法语 都是主要就光明来说的 小金说 比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顾名阿弥陀 阿弥陀佛之所谓称明阿弥陀佛 是因为他的光明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称明如实修行 观音说 光明辨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这前面几段 这两段是经文 下面几段是上导大师的解释的法语 特别好 这个解释的法语 特别能说明阿弥陀佛的光明智慧 是怎样的一个象状 就阿弥陀佛的智慧显现为光明 那么这种光明 或者说阿弥陀佛 他超越十方诸佛的智慧光明 体现在哪个地方 那么就体现在下面这些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唯观恋佛众生 舍去不舍 顾名阿弥陀 为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呢 是名光明无量 这样无量的光明 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他是唯一的去寻找 观就是观察寻找 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所以呢叫做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光明智慧所显现 这种作用 他这种象状就是舍去念佛的人 唯一的来舍去念佛的人不舍 下面几条呢 意思是一样的 但有专念阿弥陀佛众生 彼佛星光 常照世人 舍户不舍 总不论照射于杂业行者 佛光普照 唯舍念佛 一一光明相续照 照密念佛 往生人 不为余缘光普照 唯密念佛往生人 唯有念佛蒙光设 当之本月最为强 这里列了六段法语 那意思都一样 就显示说 阿弥陀佛的光明啊 他唯一的照耀 寻迷 摄取 保护 念佛的人 而不舍 那么 其余杂行杂修的人呢 不照 不赦 不护 这个就是弥陀光明智相 他的光明智慧显现的一种相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也根据上面这段法语啊 底下呢 列了略所有九种相 当然这个有关弥陀光明的 如果我们也用净图三不经啊 或者其他的相关的法语啊 也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这里呢 我就列了这些 他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 为舍念佛 这里列了九点 第七点 为舍念佛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第一是本愿相 那么从哪里来呢 就说 唯有念佛 蒙光设 当之本愿最为强 就是从因地来讲的 阿弥陀佛因地啊 这个本愿就是指第十八愿 第十二愿 这因中之相 是本愿成就了这样的光明和智慧 接下来八种呢 就是果上 果地的 这个光明的作用 它的相状 其中呢 二三四五呢 这四点啊 是指就光明本身的相状来说的 六七八九这四条呢 就光明它的作用 来说明它的相 无量相 这个无量的量啊 一般的我们现在的口语呢 觉得无量就是很多 那么在这里的讲的无量 不光是多的问题 它不是多少那个无量 它是指超越了一切的量 因为我们凡夫的生活在一个有量的世界当中 就大小也是量 轻重也是量 多少也是量 质量好 质量坏 数量 质量 这个 所有一切都是量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量的世界当中 可是阿弥陀佛它是无量 你不可以讲高也不会讲矮 你个子身高不也是量吗 看势力好不好 不也是有量吗 你能看两点 都是有标准的 五点零的 还是看多少距离的 这个都是有量 钱也是啊 钱多钱少 那阿弥陀佛它无量就说 它不可以以一种 任何一种量来衡量它 你说多少 这个都没办法说 所以有量诸相 蒙光小 事故佛号真实名 这是唐良大师来说明的 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有量 有量就有限 你就只是有一个量度 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光一照呢 你就破除了这种量上的分别 差别件 这个无量是总的说 下面说呢 是无外相 无量的光明 无外的光明 还有相续 无外就是没有障碍 相续就是没有间断 辩照就是没有任何的 照不到的地方 相续是空时间性的 辩照是空间性 那么这个无量 本院所成就的无量的光明 没有障碍的光明 相续不舍的光明 辩照无余的光明 是起什么作用呢 就下面这种作用 唯密念佛 密是寻找 仔细地寻找 寻找到念佛的人 然后给予摄取不舍 寻找到了就摄取你 第八点 摄取你以后就不舍离 由于寻觅 摄取不舍的关系 能够除灭我们的无明黑暗 这后面四点就讲它的作用 那当然下面呢 也有几条来说明的 这个说的稍微的繁琐一点 摄取不舍 约辞土 摄取不舍的利益啊 是用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的 现身护念 临终来淫 这两点都是摄取不舍 你平生的时候 佛摄取不舍的光明 护念我们 还有临终来淫的光明 也是这个摄取不舍的光 最后说 除无明黑暗呢 这是 雌土 和净土 这两土都有除无明黑暗 那么怎么样的是 两土的 说明呢 在此界 就在这个绘土啊 我们念佛 佛的光明 怎么除我们的无明黑暗呢 灭去果腹 破遗亦除罪 令夜宵至了 明信佛至 除就是灭的意思 除灭 在这个世界 灭无明啊 是灭这个无明黑暗的果报 这个果报会欺负我们 让我们呢 在三界不能出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称明是灭去果腹 果上就给你 不受这个无明黑暗的果报 破除遗罪 破遗除罪 破除我们的遗心 遗心就是无明啊 你黑暗啊 你对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某某事情 真相还没有大白 你心中还在怀疑 还在猜测 那如果真相大白了 那不就是光明了吗 那你心中就没有怀疑了 有怀疑 这个就是黑暗的 有罪业 这也是一种黑暗 所以破遗除罪 称念弥陀明号 这弥陀明号 那破除我们的疑惑心 令夜消至朗 弥陀的光明 破除我们的疑惑 除灭我们的罪障 让我们夜消至朗 经常念佛 夜障消除 智慧明朗 能够明信佛制 这就是在这个世界的 除无明黑暗 那往生净土呢 当然就更究竟了 到净土是灭其本因 这个本因就是 究竟的无明 所谓的身相无明 根本无明 能够究竟除灭 一切的无明烦恼 成为无上正觉 这在净土的究竟利益 下面呢 也有三段文 以光明明号色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念 光明和明号成为一体的 所以这种光明啊 使得我们 你经常称念 弥陀明号 光明的调化 渐渐呢 就生起信心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破仪啊 门门不同八万四 唯灭无明果业因 力见 其实是弥陀号 一生称念最接触 凡证佛教的修行 不管哪种法门 都是要灭除我们的无明 这无明呢 分为三个来说 果 业和因 按说我们一般都这样说 由因而造业 由业而生果 但这里的用词啊 他给它倒过来了 先说果 再说业因 这就是由他次第的关系 这个果就已经现前了 比如说我们治病 首先把你这个病症 给你 让你马上解除痛苦 因为这个果报现前了 都已经很痛苦了 先解决这个 然后再把你细根给你拔掉 所以阿弥陀佛呢 他这个光明 他这个法门的修行利益 种种其他法门 也都是这个 首先灭无明之果 比如你三二道轮回 先把你轮回的三二道 轮回的果断除掉 然后呢 再逐步逐步的断除 那可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是讲一般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净土法门 立见即是弥陀号 一身称念 最接除 这是显示这个名号 它非常的猛力 作用非常大 那么这个一身 正念催皆除 也是除果上的业妇 并不是说 因地的 唯系无明都除掉了 如果唯系无明都除掉 我们现身在此土 就是圣人了 那就是成佛了 不是这样 到极乐世界呢 围尘固业随至灭 不觉转入真如门 就是还有围尘是代表 一个数量多 一个是围系 固业呢 就说储存在我们 阿勒耶诗当中的 我们都感觉不到 累生累劫所积累的 这些罪业 随至灭 到极乐世界 当然 净土的光明一照 全部都灭除了 不觉转入真如门 不知不觉当中 真如门就正入了真如世纪 也就是 涅槃果德 这呢 才究竟 灭除了无明 从这几段文呢 说明 除无明黑暗 通凉土 那我们看这个 善导大师的 法语啊 那我们就知道 专修念佛 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专修念佛呢 为什么呢 就是如比如来 光明志向 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 唯设取专修念佛的人 不设一切杂业行者 所以你专修念佛 刚好跟佛的光明 跟佛的这个光明摄取的频道 频率完全相应了 你这个就是如实修行 那如果反过来讲 杂行杂修呢 你漏落在 弥陀佛的光明之外 那怎么叫如比如来 光明志向呢 比如来 光明志向是 唯设取念佛人 唯照明念佛人 唯设取不舍 那么这样 你专修念佛 才是吻合了 阿弥陀佛的光明志向 这符合弥陀的光明摄取 智慧之向 也因为阿弥陀佛本愿的成就 阿弥陀佛的本愿 是如实修行 阿弥陀佛的光明 就是真理的显现 也就是如实 无量无爱相续 辩造的光明 也是一种如实的境界 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 射取念佛之人 当然这个都是 如实修行相应 好 我们接着往讲一往下看 先讲的是 如比如来光明志向 总结一点 就是专修念佛 蒙佛光明射取不舍 这就是顺了阿弥陀佛 光明志向 这是如实修行相应 接下来说呢 如比明义 所谓的明义 就是佛明所具的功能得用 所以如比明义就是 按照阿弥陀佛名号 本来所具足的意理 本来所具足的功能作用来称明 这个就是如比明义 当然我们就要了解 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和功能呢 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念佛 在那里总是来讲 我应该这样念啊 那样念啊 统统都是 等下我们会来说明的 这个都是没有如比如来名义 这下面列了一些法语 广思论著写了四条 比外光如来名号 能破众生一切无名 能满众生一切志愿 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本身就有这种作用和功能 如果如比明义的话呢 就能够相信这一切 如果你不信这一切呢 就是不如比明义 弥陀佛名号本来能破众生无名 也能满众生志愿 这是阿弥陀佛名号所具足的功能得用 第二说明基法 明基法就说 这个明本身就是法 这阿弥陀佛大师说的 世间的明和法它有两种 一个是明义法 一个是明基法 明义法就是明和法是离开的 我们一般的事情都是明 法就是这件事物的本身 比如讲谁 你嘴上渴掉命 你喊水 明字是喊到了 但是嘴里还是渴的 这个明就跟法是分离的 那如果明基法的话 你喊水 水就到你口里来了 你就不渴了 喊到水 它不用到你口里来 这个名字 水的名字就是水的本身 那你喊到了水了 你就喝到 这叫明基法 那明基法是 只有阿弥陀佛的名号 佛菩萨这个名号 才有这种功能 所以这里讲的明基法 也就是明就是佛 我们不是在六字名号之外 还有佛 就是这个六字名号 本身就是佛 那这样就是明号本身的含义 这就是如比明义 如果我们念佛 直到说 这个明号本身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你这样的念佛 就是如比明义 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你在这里念佛 想到说 哎呀阿弥陀佛 你怎么还不来救我呀 你怎么还不来啊 那么你这明就不是法了 明跟佛两个就分开了 这样就不是如实修行相应 你这个念佛 念到什么时候啊 你在灵中的时候 佛来了 哎呦 他真的就来了 那个时候才明基法 其实明本身就是基法 你当你念佛的时候 佛的光明就已经照耀到我们 佛也在显现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周围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 我们心中跟他有距离 所以明基法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明基法是很自在啊 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个希望大家多思维 也多去念 我们先要了解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成就的名号 其实阿弥陀佛住在哪里呢 我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也是对的 住在念佛人心中也是对的 当然 那究竟来讲 住在这句名号当中 我们称念起来就更亲切 第三 阿弥陀如来 方便庄严 真实清静 无量功德名号 这是网陀佛能处啊 对弥陀名号的一种解释性的说明 也就是名号的含义 它是方便庄严 真实清静 无量功德 用了十二个字 所以方便呢 就是因众万行 这个 来修行 庄严 果上的功德 成与方便庄严 真实清静 阿弥陀佛名号是真实功德 真实的 是清静的 不染物的 那如果我们对这些不了解 可能我们就会说 哎呀 我念名号啊 修个清静心啊 那名号本身就真实清静 这样我们就不会头上安头 不会啊 格外的再增加一些东西 增减法 不增不减 所以这名号也具足一切无量功德 那如果我们这样的信 这样的知道 这样的称念 那就是呢 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不了解这些 以为我称念彼陀名号 达到什么样的功夫啊 做到什么样的水准呢 我还积累多少功德啊 那这样你不是对名号这些 都不了解吗 这样是不如实修行相应 第四呢 如来是实相 甚至唯物身 这些词啊 都说起来要费点口舌 实相就是阿弥陀佛本身 它是正穷真理的存在 唯物身呢 勿救众生 它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存在 就是这句 阿弥陀佛的本身的存在 一方面它是 跟真理完全相吻合的 实相 真理 那同时它并不是 这个诸法都是实相啊 都是真理的显现的 它既是跟真理完全吻合 又从真理 真理当中呢 显现出度化众生的作用和功能 所以它有唯物身的作用 那么这样呢 实相身唯物身 就体现在这句名号当中 比如诸佛 从法身的功德来讲 诸佛都是一样的 都是实相身 那么诸佛也有唯物身 它这个唯物身呢 可能是需要你是登记的菩萨 破了无名了 有某种利益来给你 如果你是阿罗汉 那有某种利益来加持 那如果你是凡夫的话 这种唯物的救度就显得微弱 那阿弥陀佛是名号救度众生的佛 它这种实相身唯物身 成就这句名号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本身 就是实相 它就是真理 那同时呢 它让我们这样的众生 可以听闻 可以支持 可以呢 蒙受迷途光明的摄取 这不就唯物身了吗 让我们感到方便 能够用得来 那我曾经打了一个比喻啊 就说 实相 真如实相啊 这个我们是 我们的心是无法跟它接触的 因为我们都在分别见 这个分别的概念当中 都是我直未断 我见没有破的这样的众生 是不了解这个真如实相 跟它完全是隔开的 所以我们的心是没办法跟它接触 你要思想实相的话 可能要发疯 你没办法思想 想不来的 一定要想就疯掉了 就好像我们一个手 你要抓碳 你是没办法抓这个火 那一定要抓 就把你手烧烂掉了 只有这个接触 那么因为什么呢 它只是说 对这个实相 它没有唯物身这个方便作用 方便庄严来释受它 它得不到这个利益 就好像刚才讲 你手拿这个火 没办法拿 但是给你一个火铲 你就可以拿这个火了 对不对 大家你看 我们烧这个火 烧这个炉子 在冬天取炉子 烧煤啊 它有一个火铲啊 就在里面可以捅火啊 移过来都可以 那么六字名号就像这个火铲一样 它像是火的那边 它不被火所烧 它本来就是实相身 所以这个实相就是它的境界 那么同时它是唯物身 你拿这个霸呢 它不烫 它让你可以拿得住 那我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就我们这边来讲 南无这两个字 就是唯物身 它让你可以归命 让你发现回向 让你可以有一个依靠的对象 那阿弥陀佛就是实相本身 所以这个南无就把阿弥陀佛这个火 智慧火光明火就取来了 这个实相的功德就取为你所有了 就像我们吃饭喝汤一样 你勺子这个汤很烫 你总是勺子去款 这个锅里的稀饭很烫 你只要用勺去舀到碗里来 你不用手去拉 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 跟我们的心 靠我们的心自己 如果圣道法门的修行 它要把自己的手念成什么 就念成钢爪 就念成这个不怕火烫的 它才能抓住这个智慧火 那我们不行 繁体入胎啊 那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很好 就一把火捏着 一把火铲 它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这个实相声 唯物声 这是个发明 就这句名号本身 它有两双面的作用 向了真理的一面 就是实相声 向了众声这一面 是唯物声 这非常的善巧 那么上大大师呢 对阿弥陀佛有解释 这六个字 言南无者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思意故必得往生 善导大师对阿弥陀佛 六个字的解释 非常的绝妙 从结论来讲 六个字代表什么 必得往生 就是你看见六个字 就知道这是必得往生 如果这样子的 能念佛 就叫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你念佛说 哎呀我能往生吗 不能 我怕不行吧 那就不如实修行相应 不知如来名号的意义 不如比如来名号的意义 所以阿弥陀佛 六个字代表什么 代表必得往生之意 所以心中口中称佛 心思往生决定 这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那么如果分开来讲 南无是归命 也是发愿回向 虽然口称南无阿弥陀佛 心中不归命 是如必名义吗 那就不如必名义 哎呀还要靠自己 没有归命阿弥陀佛 没有交出来 归命是你完全的 交给阿弥陀佛了 归命这两个字很好 全部交出去 我们都是捏在自己手上 小命八字 捏在自己手上 你捏在自己手上 捏不住的 捏在自己手上 就捏给言论王去了 所以这个命八字 要亚保亚给阿弥陀佛 一是发愿回向 虽然念阿弥陀佛 但是呢 不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如实修行相应吗 不是 所以一定要发愿回向 这才叫南无 阿弥陀佛七十七行 虽然念了阿弥陀佛心中想 哎呀我都没有修行啊 像这样的人是如实修行相应吗 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修行了 你还没有修行啊 你还有多大的修行啊 还看不中啊 或者念了阿弥陀佛 哎呀我还在修行别的法门 那是如实修行相应吗 不如实 其他都不是如实的 这句名号是如实的 所以这样心里就很满足的 非常的圆满 第二段法语 若我成佛 释放众生 称我名号 下之实生 若不生者不取证据 这是从本愿的立场来说的 名号的作用 彼佛尽献 再是成佛 当之本事 众愿不虚 众生称恋 必得往生 那么名号有什么含义呢 名号就是众生称恋 必得往生 名号就是本事众愿不虚 所成就的 这就是名号本身的 所具足的功能和作用 不会虚假 如果我们称明 而心中忐忑不安 也不知道众生称恋 必得往生 那是不如实修行 如果我们称明 知道本愿不虚 我经称恋 必得往生 那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这就是如必名义 再过来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 行住坐卧 不问时节酒静 恋恋不舍者 是名正定之业 顺彼否愿故 这就是正定业之文 已经是读过恩辩了 不问时节酒静 恋恋不舍 这个不问时节酒静 不管时间长 时间短 总之是以恋恋不舍 为原则 这句话是惯前惯后的 行住坐卧 也不问时节酒静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走路很长时间 有的住得很长时间 有的坐那儿 就不管多长时间 你这行住坐卧 四大位移当中 也不论时间 有多少时间 就念多少佛 恋恋不舍来念佛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恋恋不舍 恋恋不舍 已经说明过了 倒不是说 我们晚上不睡觉 一刻一念 都不能够离开 不能忘记 所以恋恋不舍 就是一心专念 也是要相续念佛 那同时呢 也是我们心中归命 依靠 他是一种 像小孩子对父母的依恋 他就是恋恋不舍的 他倒不是说 我总是记得 他很自自然然的 念念不舍的 都是要靠父母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 小孩子一样的念佛 这就对了 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 以光明明号设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念 上进一行 下之时生一生的 以佛愿力 亦得往生 这也是讲明号的意义 这个明号它就是光明 这种光明来设化十方众生的 要使得我们呢 是从弥陀的本愿所生起的 那么是让我们呢 要有信心的 这样的念佛是怎样的念呢 是一辈子的念佛 所以念佛如果说是 你念了几句就不念了 那不叫如比名义的念佛 一旦念佛就是一辈子不改变 一信一信到底 一愿愿到底 一念就念到底 这就是上进一行 下之时生一生的 这叫如比名义的念佛 那么以佛愿力 我们念佛就是趁佛的愿力 这就是如比名义 如果你念佛还要靠自己的力量 那就没有如比名义 那就是不如实修行 所以念佛很自然 那是趁佛的愿力 顺比佛愿故 这就叫做呢 如实修行相应 如果你不顺比佛愿 是靠自己的自立 那就不能称名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虽然称名 有不如实修行相应的 就在这个地方 那引用了《阿弥陀佛》这一段 万德鸿鸣 以名昭德庆无不尽 略说阿弥陀佛名义又如下 当然这些也都可以展开的 比如说阿弥陀佛又十二光如来 这十二光也是他的名义 那谭兰大师也有很好的技语来解释的 那我们这里就列了这些 这些跟前面对照了看 比如愿 第一个讲阿弥陀佛名 名号什么意义啊 就是愿成不须之意 这个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跟前面的文句 这底下列了十点 这个十点是根据前面的文句里边 所抽列出来的 如果我们运袭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这样运袭 对了 这个愿成不须就是当之本事 重愿不须 众生称念必得往上 所以一个愿成不须呢 就是名号 它的意义 是弥陀本愿所成就的 决定不虚假的 不会欺骗 决定不会说 你念了佛白白的无用功 绝对不可能 那么这样的来理解 这样的来称明 你心中不就很踏实吗 这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虽然口称弥陀明号 心中不知道是本愿所成就 还以为是自己很虔诚 我自己这么虔诚 阿弥陀佛你怎么样 他给阿弥陀佛挂个问号 这个就是不如实修行相应 不如必明义 他不了解 所以如必明义呢 因为文术阿弥陀佛支持明号 要听闻 佛在经典里怎么说 祖师怎么解释 善知识怎么样引导 这样才可以呢 有如必明义 明知是体 这个就从明集法这句来的 明和体一般是分离的 可是阿弥陀佛的明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这叫明集体 所以在观景里边应声来线 你只要念一声佛 当下这个声音里边 佛就在这个声音当中 昨天看了一句话 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七个字 一呼一吸都是他 我觉得这七个字很优美 我想到我们念佛的人 就让你 闺蜜阿弥陀佛 一呼一吸都是他 这个意义很好的 一呼一吸都是他 明知是相 是相声唯物声 阿弥陀佛的明号呢 本身就是实相 这些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但你说要怎样的理解很深刻呢 我想也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答案 作为一个事实 相信他接受下来就好 这里面如果在做过多的思维啊 推演啊 可能也会很缠绕 就是弥陀明号本身就是实相 这个实相 你说他不是从这个理解上来讲的 他是从理事都能够成立的 比如说这本书 这个桌子都是实相 这是从理上讲的 他本来就是一切万法都是实相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他能破你的无名吗 他不能 他能救度你吗 不能 他让你开悟吗 都不能 他能灭你的罪业吗 也不能 但是明号就不一样 他这个实相 你念他就能灭你的罪业 你念他就有实相的光明来摄取你 你念他就能让你到实相的净土 你念他就能让你成就实相的佛 所以他这个实相声 是以唯物声作为一个背景 是同体的 明号就是光明 光明明号摄化实方 我们称念弥陀明号的时候 当下佛光就在这个明号当中 在这声音里面 明具万德 在明号里面包摄了一切功德 那么从二三四五这四点呢 这个怨臣不虚啊 也是讲他总的 从本院的立场上来讲 他的意义的 那么二三四五这呢 是讲明号的 哪种意义呢 就是实相声的意义 那么六七八九十 这五点呢 是讲明号 唯物声的意义 那唯物声就能够摄众声 实相声就摄众声入鼻径境 这就是前面讲的 法藏比丘的愿重修行 那第六点 明号度声 就唯物声啊 他要成为明号的一种形态 来度众声 诸佛度众声啊 都有不同的方法 其中给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一种方法 就是吃饭 还有做梦 这个诸佛都有善巧 那个相继国土的佛 相继佛啊 他度众声就请你吃饭 然后呢 你吃得越吃越欢喜 越吃那个胃口大开 就是吃得越多越饱 就是开得屋越大 还有的佛度众声的方法 就请你睡觉 睡觉睡得呼呼大睡 很舒服睡 梦里边就给你 就给你开悟了 所以我们这样 像我们这样懒虫啊 就想 哎呀 好吃的 这个度众声的方法 也很善巧 这个睡觉也很善巧 那么阿弥陀佛度众声 度众声的善巧方法呢 那个还要到净土 才能吃得着 这个地方就明号度众声 你口念 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任何人都可以念得到 都可以念 破暗满院 这也是明号的意义 能破我们无明黑暗 能满我们的菩提道院 信心一体 这是从六字式里面 所得来的 这个信心一体啊 其实意义也是很好 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 什么叫信心一体呢 信就是 南无 这就是归命 对于归命的众生 阿弥陀佛就成为你的行 就是我们一心归命阿弥陀佛 即使我们还没有 做任何的修行 还没有去 你什么修行还没开始做呢 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佛的功德已经成为为你所有 这叫信心一体 信孙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功德为你所有 你就是 心中就 就拥有了这种功德 就成为一体了 那么这是以后的念佛 是因为信心一体的关系 自然的流露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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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信心一体的关系 必然会流露出 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出来 说我信阿弥陀佛了 我不念了 那你怎么又信心一体呢 那都不念了 愿行俱足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发愿回向 一时发愿回向 阿弥陀佛就是其行 有愿又行 愿行俱足 这个往生决定 在八九 一般讲信愿行 三自良 就说我们这六字名号里边 已经圆满具足了信愿行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 那这样称名呢 就会有疑惑 也就是不如实修行 如果了解这些呢 那自然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第十点 称名称念必生 这是最后一个结论 我们翻过来 一百三十一页 一百三十一列了这个九点 这九点 其实也就是 把前面的文具 给它细细的细化了一下 无量无碍 就是根据前面来 比如说光明无量 照实方过 无所障碍 一亿相续 一亿光明 相续照 这是相续光明 便照光明 那么从这第一 如比如来光明志向 所得到的结论 就是要专修念佛 从如比明义 如实修行相应 所得到的结论 就是要信受弥陀救度 就是信心的 其实每一个众生 在这个世间 都是孤独的 独立的存在 所以人在这个世间 有的人说 钱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得到一种关爱 一种关注 一种这个 感到被需要 感到被需要 这个人在世间 活得有点意思 但人和人之间 打交道 每一个人 都是爱的贫乏者 并不是一个丰富者 让别人爱你 无条件的爱你 他怎么能爱得到呢 我现在看了一个故事 说得很有意思 说这些 在老人院里边 老人院里边 很多老人 这个老人院 非常的 依应俱全 生活设施特别好 甚至可以说 都很奢华 这里面来的老人 都是子女送来的 他们的条件都很好 但是呢 他们就两个经常的动作 他们的眼睛 就一直会看着 这个门 脸上没有笑容 他为什么老看着门呢 他是老等于谁 能进来 来看他一眼 家里人来不来看他呀 所有老人院 老人都是这样的 呆呆的每一个人 都在那看着门 因为他们要钱 有钱要喝的 但是就缺乏一种 被关爱 缺乏一种呢 被需要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很可怜 我们一般的人 就像乞丐一样 就到呀 这个男女 为什么谈恋爱啊 他就到对方去 乞讨一点 温暖的爱心嘛 可是大家现在 都是饥荒年代 我家里也很少 有点粮食 你给我 我就只能分你 一半勺一勺的 不就这样嘛 你得像我讨 你讨烦了 我自己要吃饭了 我就跟你离婚 你走你阳光道吧 所以他都是可怜的人 那么可怜的人在一起 你不打吗 所以很可怜 做了一个爱心的乞丐 那么阿弥陀佛是大父长者 所以你讨饭 你要会讨上门呢 何况这是你父亲 那么如果你真要得到爱 就是阿弥陀佛社区不舍 你看阿弥陀佛对我们很关爱的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 是无限的爱心 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 对我们 我们念佛人 被阿弥陀佛爱得满满的 爱的都冒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 他说一亿光明相续照 照明念佛往生人 专门照你 专门找你 专门摄取你 专门保护你 专门关爱你 眼睛看着你白天 看着晚上都不离开你 结果你还不稀罕 或者你不知道 你还要你周围的张三 王四 李四 王五 一个凡人 一个凡人一天 他可能看到你钱包了 对不对 他看着你有什么意思 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仇人 盯着你看 一个小偷盯着你钱包 当然也不会老是看着你的 所以我们被弥陀的光明所关注 被弥陀这个 大慈大悲的眼神所关注 我们都很满意 如果一个人在世间 一个念佛的人在世间 过多的要求旁边的人对你关爱 可见得这个人念佛没那么露心 哎呀你看你们看不起我 谁看得起你 阿弥陀佛看得起你 他不够吗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人生得以自己足以 确实知己只有一个 得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知道你的 我早就知道你 罪恶甚至凡 旷界以来 昌没昌流转 无有处理之言 虽然这样 我要救度你 这就是知己 人生得以知己足以 所以我们很多人感到不足 哎呀哎呀 我这个足以 我这个足以你们不要误解 比如说我们做学生的 或者作文没写好 作文虽然没写好 也要有足以的感觉 但是还要好好写 你看我这个文化不如人 我要真是 然后感到非常的不足 我那天跟大家讲了 你说不足怎么比呢 其实我这个人 比如像我来讲 我们要比那些大学问家 我们就是无知无实的文盲 也就不是字 但是我觉得活得还怪滋润的 你那些书 你那些本子给我 我还不太稀罕 这是因为有阿弥陀佛在心中圆满 就知识 知识和生命是两回事情 如果我们得到了生命 那有知识更好 有知识学问 那么就更加庄严 如果没有生命 没有得到迷途的真生命 就给你一大堆知识 你做图书馆馆长 好吧 都给你管 也没什么意思 知识很多 那成为一个电脑人 我宁愿做一个人 也不愿意做个电脑 懂吗 这个电脑里面储存东西很多 要什么这都出来了 那这是大学问家 什么学问家能超过电脑 对吧 你一学问你只是在某一个方面 这个电脑什么都有 你要查生物的也可以 养生保健 古文的 外文的 中国的 外国的 现代的 什么都可以 物理的 化学的 什么都有 谁的学问还能超过 现在超过一本电脑 那么你就成为一个 如果你的生命没觉醒 你再有学问 也就像一个电脑一样 我们宁愿成为一个人 而不要成为一个电脑 另外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刚才也是通过这个故事 有所感触 这个时代 物质很丰富 那么你说 我们这个时代 是一个富裕的时代了吧 其实这个时代 因为我觉得 比以前更加的贫乏 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爱 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 爱心越来越缺乏 人和人之间都缺乏爱心 但是人和人之间是没有爱的 这句话稍微残酷了一点 是很少 而且是不 不清净是染物的 所以如果一定呢 要归命到阿弥陀佛 那个地方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慈爱 那摄受众生 作为我们一个念佛的人呢 应该有这个 我们都是大富长者的 所以各位也发发心啊 我们是获得了弥陀 丰富的爱心 应该怎么样 有不失爱心的义务 不能再跟人家吵嘴 再跟人家计较 这个是不合理的 大事小事都给你包了 阿弥陀佛的爱心给你得了 事件什么还给你占了 你这个尽量要拿出来 当然我们尽量这么去理解 这是从弥陀的摄取光明当中 因为弥陀的摄取光明 经文讲的是比较简略 就是光明变照 摄取不舍 要想到这种摄取不舍的 他背后那种广大的慈爱 那个对我们 日夜的呵护 慈门 慈蒙不转 地看着我们 我们不是很幸福吗 不是很满足吗 那么接下来呢 称明不如实修行 这个底下呢 大家去预习一下 也对照前面的一些 禁文法句啊 来反复看 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